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星期四早上的天气报告 昨天天气很阳光 不过今天天气情况有些转变 如果在雷达影像那里见到 今早有些着雨影响我们 雨区基本上是由西向东飘过来影响我们 如果看大范围的卫星云图也见到 华南地区云量明显比昨天多了 所以我们预计今天的天气情况 应该没有昨天那么阳光 部分时间天色明朗 也会有几阵的骤雨 今天的最高气温大约有28度 未来的两三天我们预计 位于南海中北部的低下槽 有机会靠近华南余岸 跟它相关的一些不稳定天气 也会有机会影响我们 所以未来两三天的天气情况 都会是多云 而且在周末期间会有骤雨 风势亦会比较大 如果大家在周末期间 安排了一些户外活动的话 记得要留意天气情况 做足准备功夫 好了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